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步掌握了3D Max的基本操作方法 最后一章我们聊聊三维世界中最有趣的内容 动画 相信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动画片的陪伴 因此说到动画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早在三万五千多年前 有位古代人在岩壁上画了一个四对腿的动物 这是人类捕捉动作的最早证据 1824年 英国人皮特马克发现了视觉暂留的原理 告诉了我们眼睛看到的影像会有短暂的停留 如果将静止的影像连贯起来放映 便会产生运动的感觉 而同年 英国人约翰A帕瑞斯发明了幻盘 是一张两根线连着的纸片 一面画着鸟 一面画着空笼子 当圆盘被转动时 就会神奇地发现鸟弯在了笼子里 1867年 一个叫做生命之轮的玩具在美国销售 它把一系列的图片按照顺序插在有缝隙的圆盘上 当我们低速旋转圆盘时 透过缝隙就可以看到运动起来的画面 这就是原始动画的出行 这些一系列的卡片我们称为竹针动画 1868年 第一本首翻书的问世 构建了动画的初步模型 通过人眼的视觉暂流原理 用快速翻页的形式获得了画面运动的效果 1906年 美国漫画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布莱克顿 运用逐章手绘的三千张系列图画 制作了史上第一部动画 滑稽脸的幽默像 1914年 美国人温色麦凯制作了一部 描述角色性格的动画短片《恐龙革地》 开启了卡通个性动画的大门 该片一共用了五千多张 逐章手绘的纸来完成动画 而且每张画都绘制了重复的背景 接着 1918年 麦凯又花了两年时间 制作了第一部动画纪录片《卢斯塔尼亚号沉船》 这部电影中他更是绘制了两万五千张原图 开启了叙事动画的新模式 1913年 美国人伊尔赫德 开始尝试在半透明塑料片《赛露露》上制作动画 通过摄影成交卷形成动画电影 之后赛露露片取代了传统用纸创作动画的方式 让动画师不用在每张纸上重复画背景 而只需要主张手绘运动画面 并叠加到固定不变的背景上 减少重复绘制背景的工作 1937年 华特·迪士尼完善了动画制作的工艺 创作出第一部《彩色二维》动画长篇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我们在这部影片中所看到的动画效果 都是由一张张赛露露片逐格拍摄 并以一定速率连续播放后所形成的影像 而这里的一张赛露露片 我们称为一帧 每秒播放的速度 我们称为帧速率 这种制作动画的形式 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 20世纪末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开始兴起 动画制作的方式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动画师们不用像传统动画那样 用人工方式绘制画面 在竹帧为画面进行上色 而是通过电脑软件解决了一部分工作 1995年 皮克斯公司用电脑制作了第一部 采用全数字技术 制作的动画长篇 玩具总动员 标志着三维动画时代的到来 三维动画继承了传统二维动画针的概念 不同的是 二维动画只是平面图形 而三维动画采用了立体技术 通过调节模型 并将各个数据记录到真中 获得动画效果 然后生成一张张图像 最后给后期软件进行剪辑配音 了解了动画的简史 可以让我们获得以下信息 动画是由一张张画面通过连续播放而来的 动画中的一张图片 就是我们电脑里面的一帧 一张画面称为单帧 多张连续的画面称为序列帧 每秒播放的速度 我们称为帧速率 好了 今天我们了解了动画的原理 相信你对一张一张画出来的动画 有了一定的理解 也知道了帧的概念 或许你对动画已经产生了兴趣 让我们开始进入三维动画的世界吧 第一个时代续设计 2个时代 2个时代 3个时代 2个时代 3个时代 六个时代 是 那么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